今天两岸一个最大的风险 就在于就是说 现在台湾出现了一种 不承认自己是属于中华民族 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这是民进党执政的当局 基于他们自己的正当的一个意识形态 来对台湾人民进行 尤其是对下一代进行家里有关系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潮流以趋势 如果形成了一个成长的情况的话 这对联合关系会变成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我想中国大陆 一直对国家统一的目标 非常的清楚 也一直虽然不排除国立统一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以和平 为解决的一个最优先的选择 但是我们现在所忧虑的就是说 外国的势力 假如说想要利用台湾的民进党的政府 来作为一个棋子 来围堵中国 我们就非常担心就是说 如果外国的势力跟台湾的势力 叫甘心这样子解渴被利用的话 我们比较迫切的就是 会逼得中国大陆的民主主义 甚至逼得中国大陆的局策子 会很困难不得不 要做一个贪困的工作 所以我们是站在一个 希望和平的一个角度 希望两万不要发生战争的一种悲剧 我们当然希望两万还是要往 合作 交流 互利 共荣的方向来走 感谢观看